请订阅我的频道 主要三大元素 单纯简阅注重功能性 讲述简洁明朗的颜色 和淡然清爽的自然材质 去掉仿佛的装饰 简化的设计风格 让全世界都着迷 只要提到北欧风 最联想起来自瑞典的 IKEA家具品牌 不仅Pen Leng Cheng 又以设计感的木制家具闻名 除了注重简洁 还有强调功能性 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 北欧风格的主要元素 开放空间 卡方式的空间可以让家人之间 拥有更多的互动的可能性 不使用过多的墙面隔间 来区别的空间 而是利用家具来区分 最常见的设计就是 使用中台来隔开Kitchen & Dining 这种设计方式 也可以增大空间的世界效果 非常适合现象的小房子 明亮采光 身处于高纬度的 北欧日周分明 长期缺乏热光 夜晚的时间比白天长 所以更着重自然采光 利用大量的光照来作为整体的设计干颜 为了更透光 北欧风格经常使用 玻璃天窗 大面积落地窗 引入自然光 打造更清透的室内空间 开放式空间 让自然光线可以照到家中各个角落 增加整体家具的温暖感受 简阅留白 主打简阅 简洁的空间精神 在设计上 大多数选择白色系或浅色系作为主色 湿度留白也是北欧风 关心使用的手法 也会尽量使用地宝核对的浅色 例如 米色淡灰色大地色系 视觉下也比较整洁 不着乱 简洁的墙面能够凸显出物品的雷感 色快缤纷 如果你觉得过多留白或淡衣色系很单调 适当的活跃跳射 以及有趣味性的刮画 也是北欧风格的特征之一 可以在家具或是局部墙面 搭配鲜艳跳射 可以刮上动物图像 几颜图形 为空间增加趣味性 更加有魔力 丰富视觉 北欧风主要以剪较线条 色快 几何等设计单品作为装饰 比如条纹 几何印花 人质图形 和抽象设计为主 在选购背单 看卡片握背面时多加留意以上元素 为空间注入一些有趣的视觉变化 木质地板 大面积的木质地板是北欧风的特色 浅测调感觉温软也贴近自然 有时也会把木板粉刷成白色 木质家具 北欧森资源丰富 所以在整体上的风格也使用多种的木质家具 北欧家具线条又美又简单 大地色系还有自然手感 都有设计感还有俐落感的自然元素 其中以Denmark Design最为经验 可以从大卖的设计大师 Vin Su和Hans Wagner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尤其是浅色木纹款式 可以让空间更加清爽明亮 可选用简约的灯饰 线条简单的设计单 以及和形状的木质家具 木质橱柜 木质组合架 置物架 实木畅座椅 浓软的浅绘色自布沙发 朴实富有技能性 简单就成为加重质感提升的关键 同时注重色彩的运用 搭配明亮鲜艳不同载度的家具 指控却显得更加活泼有生命力 例如在客厅 可以选择摆放一张颜色相对跳跃的设计单椅 可以成为客厅的视觉亮点之外 沿引出北欧高质感的品味 温馨网装 想营造北欧风的温馨感受 使用一些大地色系的暖装鱼装饰品 例如毛制品、毛地毯、棉麻材质穿沿、包枕 摆放在房间的单人沙发、床尾等各个角落 让整个空间瞬间不仅润暖起来 也能让人感到放松舒适 绿色植物 北欧人爱好大自然的特性 在家中显入无遗 所以少不了鲜花或者是绿叶 绿色植物来赚点室内空间 无论哪个空间 都可以摆放一个响植物 凸显清新自然的气质 简单的功能、永续材质、明亮的空间 你也能享有北欧人的居家生活品质 好了,我的影片到这里也结束啦 如果大家对北欧风有什么疑问 或者你正在找设计师的话 请在我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赞和分享啦 还有别忘记赞我的Facebook 按键份和小说我的YouTube圈线 然后001个印 那我们继续时间收到我的影片通知啦 下个影片拜拜